嗨,各位母子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副总编辑林世瑶 今天我们又是一年一度来到了 位于空军总部就职的台湾声响实验室 那么老朋友们应该就知道我们要介绍什么了吗 没错,2023 C-LAB声响艺术节即将盛大展开 那今年的艺术节到底有什么样必看的重点呢 我们请台湾声响实验室的黄一之主任来跟我们解答 主任好 好,谢谢世瑶 大家好 今年2023声响艺术节非常难得的就是 疫情解封之后我们重启国际交流 非常开心的要跟大家预告 在21年本来就要演出的大都会电影音乐会 今年正式要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演出 它是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科幻电影 UKAM特别请了Madame Matalon 这位阿根廷籍的当代作曲家 来重新演绎这部电影 十分的令人期待 现场的声场将是由法国技术团队到卫武营这边亲自来帮我们重整规划设计跟装置 那这个部分呢在去年他们就来到台湾现地场刊 所以我本人也非常期待 因为在网络上听到的跟现场听是会完全不一样 哇,这个听起来非常精彩哦 那想要请问主任 除了这个精彩节目之外呢 这次声响艺术节还有什么样主要的规划 我们声响艺术节今年规划了六大单元 音乐是主轴 就是有当代音乐声响 还有VR新生镜 然后舞蹈声响 还有展演跨域 诗语声响 校技单元 每一个单元都有它各自的特色 我希望如果观众有机会真的是来好好体验跟品尝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固定跟台中歌剧院非常年轻具有创意的这个单元 就是甄选年轻艺术家共同制作的两件作品 都是很年轻的创作者 跨域的合作 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我觉得也是激励年轻创作者能够开始打开框架去对话合作 然后把音乐声响的可能性扩延到最大 那这样子的话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节目 那就想要请问主任到底有哪些节目是你觉得 哇真的不看可惜或是我们一定要来看的节目 那当然不可错过的是我们跟YouCAM这么紧密的合作 自从第一件国际共振算是非常成功的在台湾与巴黎展演之后 我们开始进行第二件国际共振 那这一次邀请了林美芳老师 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当代音乐作曲家 以及两位非常优秀的编舞与舞蹈 林又如跟田孝慈 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缘呢 能够碰撞出两边不同对自己的艺术与会有新的看法 OK 那我想作为观众们 我们就是打开我们的耳朵 来享受一下这些艺术家可以带来我们什么样的想象呢 或是什么样的省思呢 好 那今天谢谢主任 谢谢 好的 那刚刚黄主任跟我们介绍这次非常重要的跨国共振作品 由台湾声响实验室和法国Earcon一起制作的R 那在我身边就是这次R的三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分别是作曲家林明芳老师 还有编舞家田孝慈跟林又如老师 三位老师好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那我想先问问看 R这个作品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还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 R这个作品其实算是有又如先提出来的 就是又如在想在疫情期间有一大段的时间 大家其实是很停滞的状态 然后在疫情比较后半段接到这个邀请演出的时候 又如就提出说也许在此时此刻应该要动起来 如何离开这个停滞不前的状态 所以就从这个概念开始发想这样 那为什么会变成R呢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们两个在这个邀请之前 其实有另外一个被邀请的事情 那那个作品比较讨论疫情 所以其实比较灰暗 当时接到这个作品的邀约的时候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另外一个方向 在那个期间我们就觉得有很多的重启 很多的修复 它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循环 也很像是在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就是一直跌跌撞撞的 低又高 低又高这样 那当时我们其实一直在想 这个作品名称到底要是什么 一开始其实本来很想要叫RUN 哦 你说赶快走完赶快跑吗 不是 就是 它也有点像是我们说一个经营的感觉这样 跑啊 跑起来 对啊 那当时就是我在疫情的期间 因为我们都是舞者嘛 所以其实我们被关了很久 身体就觉得非常的禁锢 然后觉得非常的不过瘾 非常的僵硬这样 它是由能量被锁住了这样 然后非常不自在 那我以前就是不跑步 因为我觉得我的脚就是要拿来跳舞的这样 但是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慢跑 所以这个慢跑这件事情 好像回到一个很身体 基本上的运动状态去 那那时候孝子也有在看一本书啊 关于跑步的事 我想说的事 存在成熟的书 对 那我们就是很开心的想说 哇这个RUN这个字真的太棒了这样 然后我们就一提出来 梅芳老师就说话了 好跑步 因为那时候在提RUN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说RUN好像就是不只有跑的意思 它还可以有其他很多的意思嘛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很长口语 就会在那边乱讲说要RUN起来 RUN起来这样 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很对 就是因为比如说要跑起来 要动起来 要经营 事情要开始运作 好像都可以用这个 然后梅芳老师就说 我纯粹就是说 我们好像在美国没有人用RUN起来字 我都说 我都是很台湾说法嘛 所以就让我们有点打消这个念头 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 哇那怎么办 可是又觉得RUN这个字很对啊 那还是有找到其他的可能替代的方法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聪明决定的制作人 无可允消解能 他就说那还是我们就会用R 而且R就是可以代表很多事情 对 比如说 RE... RETIRE 没有 哈哈哈哈 欸怎么今天一直都想要跑走的感觉 马上就这样 还没啦还没 对就或者是什么RETREAT啊 还是什么的 RESTAR REPEAT 可能有可以很多的指涉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也蛮好 因为我觉得透过舞蹈跟音乐的这个碰撞 它不是那么绝对的 它可能可以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让观众去投入自己的想象的 所以就觉得 那我们就用R这个字 OK 那我很好奇梅芳老师 你听到他们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想象 来为这个舞作曲 其实我们从这一开始 他们提出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是都常常一起讨论啦 虽然说其实音乐的部分是比较晚才进来 因为我要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那但是这个发展这个议题 R它到底什么意思 当然是从最初最早的出发点 R可以代表什么 我觉得这部作品里面有一些很中心的观念 你说跑它其实只是一个开头 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说 它其实延伸到很多人生的各个面向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都是从比较漫步开始 然后可能你像我们舞蹈也好 音乐的演奏家啦 作曲家我们的训练都是这样 循规道局一步一步 然后你会越走越上面 可是就跟人一样嘛 你说我们到一个壮年期 到一个地方之后好像那高点 它要怎么继续下去 所以就又连结到我们刚刚前面讲说 那个疫情其实它就是面对某种形式的停滞 那重点这个R又来了 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后面的再起 Restart 因为这部作品是跟法国那边共振嘛 很多英文字眼跟法文字眼 其实都是共通的 所以都是这个re什么 重新怎样重启这个概念啦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 那当然就是说那个音乐 基本上我就开始跟随他们 就是他们每次排练啊 讨论构想 他们会设计一些东西 我就跟着看 然后慢慢当然也在这个议题之下 就有一些比较明确的 比方说大方向是什么 我要用什么样的素材 在音乐一开始的想象 确实就会有带进一些运动相关的议题 比方说想象到你在球场里面 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声响啊 观众拍手也好啦 像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除了说在这边会排练 他们也会去运动场 那我觉得在运动场他们排练的这个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也在结局说 你真正你在做训练 在跑步在做运动的时候 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通常周遭会有什么东西 不是只有你在那边跑 其实你周遭有很多的人 然后可能有环境的一些声响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体上就是 这个音乐出奇的一个想象来源 OK那我想信 大家应该听了会觉得有点好奇 到底从这个生活周遭的观察 会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跟舞蹈 那不过刚刚也有提到另外一个 就是这次很特别的是跨国共制嘛 那我不知道说跨国共制 对于作品的生产过程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是跨国的关系 首先遇到又是语言上的问题 然后因为在作品创作的初期 很多概念其实是比较发散的 因为我们都还在思考说 这些可以相对应的东西 它最后要怎么被收容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给一个比较大范围的状态 然后我们要把它转换成英文 跟对方沟通 在这个过程里面花了蛮多的精力去准备 要什么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 描述的让对方能够理解说 我们到底也想要做什么 因为这个除了我们两个的肢体之外 还有美方的作曲的部分 所以觉得在一开始那个来回的过程 确实蛮想哭的 所以就说那个拜托Chat GPT 赶快好一点 就可以立刻帮我们翻译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联系 然后我们也在那个过程中 让彼此都更理清了很多的事 那美方老师我听说 你好像还去了巴黎一趟 对 这次在那边工作的范围呢 其实也是在我们构思之下产生一个需求啦 就等于是技术上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讨论到最后 又由他们有提出一个想法 不管是舞蹈的人也好 音乐的很好 我们都是在琴坊关在那边练琴 在练琴的过程都是在那边一直repeat 一直repeat又是r对不对 repetition 然后很有趣 法文的repetition 它就是rehearsal的意思 所以其实蛮有意思的 最终的目标 你不是一直在那边重复重复 是为了最后那个show 在舞台上的这个moment 所以那时候他们有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以音乐而言 前面是用预录的方式 就是做好 那这个东西也比较有一个方向性 但是到最后最终那个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即时互动的 那这个就是eercom的工程师 他帮忙的最大就是在这个部分 所以我去那边两周 其实就是发展最后这个部分 需要用的工具 ok 那我很好奇 像这个东西已经套在台湾的排练了吗 最后这个即兴互动的部分 我们叫那个部分叫做life的 life park 对对对 然后我们已经有开始尝试 一起即兴过了 对对对对 那两位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是 跟平常舞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其实也蛮常会做一些极型的 比如说在一个框架下面 我们会叫做结构极型 我们会有一个主题 然后我们在那个主题下去 动作不是完全设定死的 比较当下身体状态的去回应那个主题 前面那个是比较设定的part嘛 然后我们两个会做一样的动作 然后后面那一part它就比较像是 现在当下的我是长怎么样的 我的现状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样回应美方的声音 这样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 是蛮有趣 然后美方也会一边在看着 我们的动作 然后再继续给下去这样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期待 好像每一场演出 它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那如果听了老师们 这个有点小小提前爆雷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真的爆到什么雷 你就是好像有点兴趣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想要看的话 在这个10月27号到29号 就有R的这个首次披露 那就不要错过了 那10月6号到10月19号 还有这个声响艺术节 不只在C-Lab 还有在威武营 台北表演书中心 科教馆和桃园展演厅 都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 欢迎大家直接到官网 或是脸书来查询 那可能有更多会让你有兴趣 然后激发大家想像的节目 那我们就到此见咯 大家再见 88个小时 炸情 5时 3时 5时 5时 8时 3时